阿伯 我是雷仙 關心老人家張立善主動出擊 蔡信長者雖然擁有自己的房子 去年久失修 還有兩位生長的兒子需要照顧 雲林獻福啟動雙幣計畫 針對 你沒有辦法申請低收 中低收的這些社會邊緣人 所以我們的防寒防惡計畫啟動以後 當然就破除這樣的一個 被限制的法令 差不多五月二八 我再來給你進出好不好 送上關懷物資 但是張立善再接著轉往第二個點 縣府二月啟動雙B計畫 陸續修繕整件房屋 補助這些非中低收入戶的弱勢 就連家中的小朋友 也能受到更完善的照護 三餐 善自求學 我們都有專任的老師 還有社監可以來協助他 也能夠讓這個溫馨家園裡面 訓練自己獨立自主的這個生活 雲林縣府啟動防惡防寒的雙B計畫 藉由零禮普查 找出需要關懷的隱形名單 集結公布門 集社會愛心幫助更多弱勢族群 記者 廖文斌原理報導